临近十九大中共高层人士博弈进入白热化 习近平当局近期进行的一连串人事变动 让人应接不暇 外界认为习在十九大的核心地位已经大致落定 但十九大仍有五大悬念待解 悬念一 反腐大将王岐山的去留 距离中共十九大召开不足一月 习近平的重臣王岐山的去留 更是中南海两派博弈的焦点 印发舆论广泛关注 二十一日英国著名的经济学人智库发表一份名为强大领袖 艰难决定的报告称 不止总理李克强将会留任 六十九岁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也会打破 七上八下签规则留任政治局常委 为习近平六十九岁时在二十大上连任做好铺垫 但朝日新闻星期四 九月二十一日 援引了解中纪委情况的消息来源报道 习近平可能让反弹运动总指挥王岐山 在中共十九大上卸任 九月十八日 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在头版中央位置发表长文 回顾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政绩 文章明确表示 这五年当局最大的亮点是反腐败 时政评论员夏小强认为 王岐山担任从党内职位转变为国家政府职位 即任监察委员会主任 可能以此种方式留在政治权力中心 编辑部在北京的海外党媒都为网称 王岐山有三大去向 其中包括担任人大委员长兼监察委员会主任 负责监督三大系统的腐败和党风问题 虽然这个去向被排列在最后 但是却被重头描述 香港开放杂志总编 时评人金钟在美国之音的采访中说 江泽民可以倒出七上八下 习近平现在也可以废除七上八下 中组部已经说了 以年龄作为接班人界限的规定 应该与时俱进 要废除七上八下 对于习来说就是小菜一碟 18日明报引述多名北京消息人士透露 五年来王岐山已逐渐构建制度反腐 加上王个人有退役 因此王十九大后将选择离任 报道还称王岐山笑称 不可能一直工作也该好好休息了 夏小强分析说 过往中共高层庆祠的经历可见 决定他们去预留 根本不是他本人说了算的 主要是由高层博弈的态势 政治需要和最后结果来决定 事实上早间年 类似王岐山这样的官场表白 在中共领导人中 江泽民曾假意说过 据江泽民其人一出披露 恋战权力的江泽民于2004年 在西山会议上假意 庆祠军委主席弄假成真 9月1日江泽民给中央政治局发了一封信 信中强调自己经过 慎重考虑提出请辞中央军委主席 将本想百个姿态 平息别人对他贪权的指责 并不是真心想交权 9月初将派居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正式讨论江泽民的请辞信 结果原则上接受 将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但任于当前形势需要 请将留任到2005年底 选念二经一届常委名单 随着十九大邻境 入常名单被曝出各种版本 北京独立学者张立凡 并不看好胡春花 北京独立学者张立凡 对自由亚洲表示 他相信胡春花晋升政治局常委 已成定局 但他并不看好这位60后官员的接班 因为这是依据中共党史 这种接班人往往都接不成班 日本独卖新闻8月24日 爆出的版本中 除了习、李、汪、历四人外 还有陈明尔等报道还说 最终名单争论 仍在继续预计会持续到秋天十九大开幕 香港争鸣杂志2017年7月号曾爆料称 韩正目前是一个具有较大争议的人物 他本人已提出十九大全退 报道爆料称 韩正不振的说法在上海 家喻户晓 韩正及其家属曾经持有四套豪华住宅 中共十八大后才上交了两套住宅 现在持有的两套住宅市值超过五千万元人民币 此外 中共十八大后韩正主政下的大上海曾经被北京当局指 吃老本不作为 宣言三 习近平是否指定接班人 今年7月24日前重庆市委书记孙震才被公布涉嫌严重危机 接受审查广东省委书记胡春花的仕途杀时间成为舆论的关注点 香港星岛日报刊文称 孙德罗马说明中共过往的格外清点不再灵验 时事评论员十九天说 因此在孙震才罗马后 胡春花难以成为实权常委 外界此前热传的胡春花可能任政协主席 从这一点来看并不是空穴来风 纽约时报近日报道称 习近平很可能会在十九大打破标准做法 通过推迟指定接班人来为延长自己的任期奠定基础 北京时评人华颇表示 十九大上不会出现接班人 习近平拿下孙震才的目的之一 就是传递我还没到指定接班人的时候这样一个信息 而且面对中共这样一个烂摊子 习也很难找到合适的接班人 宣言四习近平是否担任党主席 中共军队今年七月三十日在周日的训练基地举行 现军九十周年阅兵时 授阅部队向习近平致敬时使用主席好 而并不是邓小平时代的首长好 美国之音VOA引述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迁的话指出改变称谓是在为习近平十九大改变中共集体领导体制 为重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造势铺路 体制内学者辛斯林接受看中国采访时表示 习在十九大后走主席制并非没可能 虽然有可能走常委制 但是新主席制的可能性比较大 除了恢复主席制 废除常委制及常委人数作编等说法 都是基于习近平为了排斥江派或集权等缘由 台湾中时电子报8月1日引述台湾政大国观众星代主任扣建文接受旺报采访时的说法 主席制和集体领导的差别在于后者的情况是总书记只是会议召集者一人一票 若预期见则比票数 但主席制也与当前的 路透社援引一些西方分极人士认为 悬念物陈敏尔是否两级票入长城新黄厨 习近平心腹陈敏尔入长从黑马冷门逐渐热络起来 且新黄厨之说的接班人话题在被提及 纽约时报9月12日刊发庶民文章说 现年56岁的陈敏尔是习近平的隔翼门生 老部下几乎肯定会在中共十九大上出任中共政治局委员 这使得他很有机会在未来成为掌握更大权力的角色 成为日后接替习近平的潜在人选 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政治专家约翰逊 Christopher Johnson说我不敢肯定他当下会不会成为常委 但习近平为宣誓自己的最高领导人地位可能会提升陈敏尔的职位 阿波罗网特约评论员在水一方表示 按照习近平目前的动态来看 习近平完全有可能安排自己众议人选两级跳甚至三级跳入长 在水一方分析陈敏尔是习家军入长两级跳任门人选 目前是中央委员如果入长是两级跳 在水一方分析目前陈敏尔能否入长只是一个可能 即便入长也不能否决习近平在今后还有可能令则接班人 如果习近平掌权时间够长的话 阿波罗网01报道 提侯 求令 颈 额